好 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人 我是主持雪玲 又我是阿爾 鏡花先生 今天要講這一套 其實它真的挺難說的 但是這套東西它給了一個啟示 有什麼這麼大的啟示 裡面講了很多包羅漫的主題 對 我覺得很恐怖 它其實在掃說一個主題 大家在90年代頭 尤其是80年代後 很多所謂的長篇番組的動畫 都有很多主角永遠都長不大 當然現今的例子我們也有柯南 但這些作品永遠好像在心目中的一個童年 但是當這個童年告訴你 這群童年的人長大了之後 會是一個什麼樣子 我實說這套作品很簡單 阿 丁蕩 阿圖牧 等等弟弟 或者櫻桃小丸子 它做了一套好像阿蟲一樣 丁蕩是做了的 丁蕩是Stand by me 阿圖牧機是人會成長的 我告訴你 它周邊的人會成長 它的成長就是什麼 那時候已經在走什麼呢 Pentium不知道多少 已經不知丟多少core的東西 它還是一個 我想起近來有一宗新聞就是 我區議員去賣電路 其實這套作品 我覺得某種意義上 其實阿蟲這套作品 性幹奕奕奕 但其實這套作品的主題 我覺得是一種諷刺 這一群就是什麼呢 童年時代 這群好像覺得 小孩子 你不要給他們那麼多重探 讓他們出去玩 大了之後他們變成做什麼 就是這群這樣的人 一群廢慘 這群真是廢青 但是你想清楚 在我們看 好像無論是英勞小丸子也好 叮當也好 有些數得出的很多 這一類型的長篇作品 那個主角的特性 跟阿蟲其實是差不多的 你想一下 是很慘的 如果大雄大過了 都是這麼廢 不是像stand by me 有鼓起少少勇氣 去幫鄭鄉 其實也是個廢柴 小丸子也是個任性的死小妹妹 阿蟲真的很現實告訴你 如果他們大過了一群就死廢青 沒錯 所以我覺得這個故事是很諷刺的 他找人死後30周年 拿他的角色出來說 如果他們大過了之後會怎樣 沒錯 阿蟲這個作品 當然大家 尤其是第一集那時候 他那個所謂癲的程度 癲到他的第一集 是不能被收錄在某些地方 因為他太多了 得罪得太多人 得罪得太多人 我很想知道 他應該最後失錄了第一集是什麼 這套很明顯就是什麼呢 不是那套作品裡面的角色 因為大家都知道 他已經不是過往的阿蟲那套作品 即不是以前 即是以前年代的那個阿蟲 你之前看他就說 即是一個小孩 打爛東西或者什麼 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你抱著一個寬雲大量的心 說我放過你了 原諒他 但他們已經是成年人了 即是一個成年人做了這些行為之後 你就知道就是 這班 你是沒有人放過他的 而重點就是 即是這一班人 尤其是 我想某種程度上 始終找那班姓友 其實跟裡面的年齡有多少差別 我這樣說 他找六個聲優裡面 六個都是很有廢人的潛質 這樣說 或者這樣說 在他們無論配的角色也好 或者是他們自己的個人的電台節目裡面也好 深深顯示了他們是有廢人的特性在裡面 所以 很老實說 在這套東西裡面 即是那六位主角 英仔孝雲 中村柔一 神國浩士 福山潤 小野大富 入野自由 即是這班人 其實 我老實說 根本上是 這套東西 根本上是被他們六個人 受自己下限 中間有一集的連活特別編 就是有一種集編 有複星度 在電視上 很享受 很享受 在說他們配音的時候是趣事 而且他們完全進入了阿蟲的舞 他們說話是有阿蟲的感覺 已經化身了 我這樣說就是 因為他們本來也有那個特性在裡面 第一句打招呼的時候 他們全都是阿蟲 而這套東西 我會覺得 因為我看了 它是一套兩季翻 其實我看了二十六集之後 其實我覺得 對我來說 二十六集來說 這套作品其實是過多的 因為我覺得有些接近 其實它是玩得很多次 甚至我覺得有些接近 其實我會感覺到 聲優自由發揮 所以其實沒有主題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 如果它這一套 其實它可能是一套一跪翻 的話 將他們真的覺得好笑的東西 再收錄在一起 我覺得這套作品會更加厲害 我們那時候 新番介紹 不是說過 我們都應該會看下去 看看介紹哪幾集 或者哪幾段 特別好笑 可能給聽眾 就是重溫那幾集 因為其實看完整套都沒有所謂 看到那些劇情是這麼連貫的 有幾段時間一起 有一點 背景就看到 是跟之前某個故事相反 一點 不過我覺得第二季好像 玩得比較激 應該這樣說 去到頭幾集裡面 尤其是在他們的所謂 溫泉文特大會 玩弟弟那個 所謂的文特大會 大家都知道 真的很無聊 那是極具無聊 很無聊 那感覺是什麼呢 是一群男生 沒什麼好玩 然後在搞爛的一個環節 但我完全覺得那個是 表現到這個深夜日本的搞笑節目的下限 沒有下限 真的沒有下限 應該說他第一季主要是 玩這些惡搞的東西多 但到第二季我覺得 已經變得很血腥 很血腥 涵心笑話 好像在看一些溝片 我們剛剛說到 這套有點像 後面已經是日本版的 水仔樂園那種感覺 沒錯 血腥和涵心的程度 已經開始下限了 是不適合一般的小朋友看 沒錯 他都不會越少看 對 已經放開了懷抱 其實應該這麼說 他把整個阿蟲的這套作品 應該說 他把原作者設計的所有角色是什麼呢 他做完這26集之後 基本上 全部角色是無一行面 體無愚夫 被他們玩壞了 你可以說 那些婦女 阿蟲是什麼樣子 是現在這個樣子 不是任何樣子 作者的樣子 你知不知道 所以第一集的時候 還有show 赤重不以敷 那個廁話像 最後一集已經不敢上去 不敢無眼面對這個赤重 不過這個也是講的 如果你問我 我看完最後 都覺得 就是說 他reboot這套作品 其實是告訴你 當年的搞笑 去到現代 可以做些什麼 其實某程度上是真正的reboot 這個有趣的地方 就是我們一開始所說的 其實就是說 他把他們的年齡撲大了 其實某種意識是什麼呢 他是間開了 因為如果用回原本 你說可能阿蟲 那個設定 在裡面 他們重新去做這個作品 其實可能很多人 是會有反響的 尤其是可能陪著他長大的人 真的心理創傷的 真的人家崩壞 十歲的時候 你整班都是年輕人 這個你當其實是一個season 2 其實這個是第二部的故事 這個第二部的故事是什麼呢 就是給我們這一代的人去看 究竟如果再花眼花花眼 應該我們會怎樣拍呢 而且第一集其實都開宗明義說了這件事 他拿了一個開玩笑 就是說如果今年年代再拍阿蟲 其實玩些什麼 玩一堆年代動畫就當然了 我們最主要都會說回他的情勢 當然我們知道時候 我想我們再找回 就是告訴大家 哪幾集哪幾個環節 我們會覺得是好看的地方 其實你說 頭那幾集裡面 最印象參加的一定是 你抓了他們那位 他那一套是哪一套 梳 空巨鬥褲 那一套挺好笑的 完全是 這個位其實應該說 那個緊話的就是 因為他們是綠包胎這個緊 是啊 而且這六包都是什麼呢 其實你看到他們性格的無知 他們是一個連鎖光 就說其實是一個人做的 但這個樣子其實是受你一個人指使 這個指使也是受你一個人指使的 而且我覺得玩得好就是 這個gag是一個很傳統的gag 就是那個叫做我玩同覆三次同一個gag 第四次有什麼變化呢 這個是以前的人量度那些 就像風樂今宵那些 一定要量度這個笑話 就是說同一個笑話 我有什麼不同的反應 就是有不同的變化 所以這個是挺懷念的 我記得 很久沒有人搞這個gag 我挺喜歡的 因為那種其實是 看一看之後你會覺得 理所當然 他抓了他之後 你第一個問題是 你是不是抓對人 抓不對人之後 那個抓人那個人 究竟有什麼反應呢 那個累積就是什麼呢 他好像是不停在循環這個橋段 但其實他又告訴你 他是第一集 第二集 續集 X 就是他不停延續下去 所以其實什麼呢 抓人那個人的情緒 是在累積中的 其實是 已經去到最後 抓對人了 又不是這樣 即是甚至去到最後 你又說 無所謂 死了你 好老實說 在那一集裡面 其實我為什麼會提出這個橋段 最主要是因為什麼呢 認聲 好老實說就是 六位聲優裡面 就是我自己認聲優的聲 其實我不是說真的 是很厲害 當然你說裡面的 中村柔一 神高護士 小姐大夫 這三把聲是最容易認的 即就算你沒有看開 女性向的那些 你都會認得到 即就算是男生 都認得到 對我來說 會最難認的 英井孝雲和入夜池 因為他們的性格 有很多時候 保持正常 在他們的時刻 是正常 當然入夜池 當然入夜池 他們的聲音會比較高 但有時候 其實他們玩得很大 有時候 我是認不到 而且本身套作品裡面 就是 他們真是個個都一模一模一樣 除了眼神異形 衣服的顏色不同 對 對 最後是 有些小配件 有些人包 黑超 當然不提外套 但有時候他們不戴自己的口 沒有的 他不戴棒球 和不戴黑超 我真的分不出那兩個人 不好意思 14重會分到 因為對眼 14重 因為她是不正常 對 是最不正常的樣子 反倒笑著 沒錯 故事 其實是其中一個 我會比較喜歡 大家呢 不要緊 其實是任意 隨便看 有一集 《童精Hero》 都可以 反而就是 全藍對於燃衝的仇視 OK 真的走過路邊 燃衝Hero 我們要敵視所有燃衝 燃衝就是噴撇死 告訴你 其實跟燃衝交往很簡單 走過去 聊天 可以吃舒服 原來這麼簡單 大家處男不要畏懼 我們衝出去 故事很簡單 就是諷刺了現在的社交 可能是恐懼症 就是隔壁河 對面河就是美好的光明未來 有很多女生 你過去嗎 你這樣過去 你就得到新的天地了 其實她寓意都挺簡單 但又是很少 但是這樣說 你連帶著這個故事 其實在作品裡 其實很多時候叫做什麼 六位主角 某一位 曾經有段時間 可以領先其他五位兄弟 無論在哪方面 學業也好 戀愛也好 或者其他方面也好 只要有人踏出一步 另外那五個人 就會同時提心合力 拖他後腿 沒錯 拖他後腿 有一集說過 還是社會 燃衝就是最頂的 我們這些是最底的 怎樣替我們提升呢 不能提升 我們真的拖來就行了 所以他們的情況 多多數出去做事 有聯誼 拖他下水 不要讓他斷移 他們是這樣的情況 轉從就是知道 你找到女兒 從開始就什麼 開始以為是 不想妨礙她做事 接著就是什麼 然後發現了之後 一群人就變成了 倒戀的分子 沒錯 即使就像拍清歌一樣 贏到錢之後 不敢回去 告訴他贏了錢 誰有快樂 得到好處的時候 我們要拖他下水 讓他得到沒有 我是不能給我的兄弟 比我早得到幸福 沒錯 所以他也挺有趣的 所以他明明是集了一堆壞的個性 即是mean 賤 不見得人好 那些 其實明明是一堆壞的個性 都在一堆角色 但你又看起來 可能你已經接受了 所以反而覺得沒什麼 開始後面 所以其實我自己 比較深刻印象 是有一集說 他們爭做主角 爭做下一集的主角 賽車比賽 賽車比賽 其實原本 賽車比賽 應該很正常的事情 正常來說 如果說陸兄弟合作的話 我們不是問題 不過問題就是 誰知道全部賣便當 賣隊友 賣隊友 這集真的很厲害 而且會看到 其實真的有一點不安 我自己看 他們是這樣看著兄弟 你死吧 你死吧 他不只是令兄弟死 還要令其他人死 你明白嗎 贏不要緊 每人贏都就可以 對不對 這很明顯阿松心態 阿陸兄弟的心態 還有他那集真的很熱 對他的環匪 所以我自己看完 我有些印象 就是越後期 他越來越多 剛才阿鏡花所說 有點像臭小孩 因為很早年代的 這類型動畫 我舉個例子 不只是日本 米奇老鼠也是 他拿個腿打扮人 你也看他笑 如果你把套入現代劇情 這傢伙是破殺天使 沒錯 但以前覺得這個激情很正常 敲人家 這些是小孩子的東西 哪是真是打扮人家 爸爸給錢 我給錢 打扮到爸爸下手 他那些是甚麼 當你定性了 這些兒童向體 就算兒童向體 Kiss也好 你也會覺得不是問題 沒甚麼 這些沒甚麼 很純真的 你想想 這不是美國的動畫 是湯母與傑克 是貓頭 是一個相當殘忍的 這隻貓 一百種死法 很殘忍 可能當時自己小時候看 不太懂 覺得看完就笑 其實不關大人大事 是我們先入為主的概念 是 因為這也是他第一集裡面 我不會說他是很高 但他開宗名義 告訴你 我們就不是用你 舊史的標準 去跟你聊天 我們現在是 我們整班都是賤人 我們是賤人的角度 那你就會覺得 無論他做甚麼 你都會覺得他是很賤人的 我們在網上有一個笑話 就是看網絡對我們做了甚麼 就是你小時候看一些很簡單 很直接的東西 你不會有任何的邪念 或其他想法 但當你浸泳了網絡的世界之後 就會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有很多不同的聯想 這是同一個時勢 對我來說 我最喜歡的 我真的最喜歡的一段 表現到這六兄弟的賤人性格 淋漓盡致在哪一集 就是當他們父母說要離婚 然後說撫養權那一集 我覺得那一集簡直是極致 是把他們的陰暗面 出來了 出來了 我不會爭的 我不會爭的 段松那時候說 不行 我不可以令到我父母生生 所以我放棄這個權利 然後他媽媽就被他壓住了 你明白 那時候的前節就是 多多回來 我們出去找工作 我們不用找工作 有得住 有得住 多開心 我們樂興大學很團結 不是很開心 那時候 父母離婚不行 我們要團結一致 阻止她離婚 然後說 撫養權主即是 開始分裂了 他們合同醉很快 一句說話可以改變 而且我最記得 如果說前半組我最喜歡的一幕 還有我最記得的一幕 就是有一個人 就彈反方向 我忘記哪一個人 阿一床說 你如果不養我的話 我是不理智的 我是一個什麼人 如果沒有人養我的話 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有兩個法律 一個是說 爸爸你做得很辛苦 我很開心 我不會留在這 阿花仔你對 又行 激發他就沒有愛 但我最好是 有一個人想扮他 直接說完所有東西 之後 有一個兄弟吐槽 你單純是一個賤人 很喜歡說一句 因為很重 那下的笑點 每一個人都出眾 哪吒手段的時候 然後 知道 首先由阿段寵 用哪吒手段之後 每個人都用哪吒手段 到最後就是 阿神菊 那時候 他出了一招 就說 你知道了 在六兄弟裏面 得我最正常 而得我 在六兄弟裏面 最容易找到老婆的人 都是我 他最正宗 我覺得那一刻 他這個笑點 跟之前我剛才說的那段 就是被捕那段 就是什麼呢 他每段都是在錄影 而他是不停地反映 那六個人的個性 還有那六個人 怎樣去什麼 他們多麼了解對方 自己的兄弟 然後跟著去出術 去陰他們的兄弟 都是那一句 這個是編劇的基本功 以前的編劇 經常都會 要寫短劇 要練一件項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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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客人跟那個試應問 裡面的湯有烏鷹 然後那個試應會說一句 不要緊 怕膠胡椒 下一個就要再接 下一個再接 其實就是類似這種玩法 所以這方面 我看到阿翠其實挺懷舊的 其實他這個位置 捕到你的笑點出來 和他表現到 其實捕到笑點出來 而且不容易的 我覺得他那一刻是挺好的 我也是這樣說 他們是不停在 受自己的最大的下限出來 給大家看到 就是這六個人都不應該 他媽媽不應該養這六個人 自生自滅 有他們浪費米飯 我看到很多集的 他們吃飯 父母在一桌吃飯 樂兄弟在一間房間吃飯 兩個分開吃的 真的很奇怪 原來他用一些很舊式的 日本那些 有時候是會分開吃的 家庭 家庭是會分開吃的 但這個anyway 其實是一個橋段問題 當然你說故事裡面 除了給六位聲優玩 我實說這套東西最強大的地方 基本上沒有一個聲優不是大牌 在裡面的角色 沒錯 而沒有一幸免地 在這套作品裡面 不單止這六位 是連其他角色 都要玩壞的角色 即是無論是魚子 最正常其實是鬥釘泰 我覺得已經是 他出場 他出場少 你沒看贏的鬥沙包一集嗎 你那是正常 但我很喜歡鬥釘泰 但他突然沒有黑化的時候 說過你的朋友 我很喜歡那個 都算最正常 我發了特殼有錢 請叔叔來玩 家庭很恐怖 一天就插了旗 你說這套東西裡面 最難被玩壞的那個 其實是鄭資健 因為他根本就是 在設定上 他是一個壞人 在一個壞人的standard裡面 而問題在於是什麼呢 現在那六兄弟是比你更壞 以前呢 還有這些壞人 以前在這些笑劇裡面 通常的角色就是 惡有惡報 這個最慘就是 其實他還是惡有惡報 但那六兄弟 是惡有沒有惡報的 不如我同情 我同情就知道 不是 他有試過報仇 但最後那六兄弟摸了 就是慘 應該這樣說就是 那六兄弟 原本在一個定位上 在這個原本的設計上 他是一個叫做 他的反面 總之什麼呢 所有壞事 都是由這個人 這個角色去承擔 他搞了什麼事之後 第二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現在那六兄弟 是在做他以往做的事情 還要被他變本加賴 還要做壞 這個角色其實我覺得 是最難發揮的 所以他不是套租 就是說 以前明明我是主角 為什麼現在做不到 我想告訴你 他現在做些什麼 I shit 不斷在喊 所以你說 在這裡裡面 寧川健一做這個角色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很難做 因為現在下限的角色 你很難再下限 我原本是考高分 但我現在告訴你 我考到最低分 是很容易認得出這個角色 但有一幕 我原本是考寧川健一的演技 就是有大師和小師 他要給不同翻譯的G 一幕是一開始的一幕 忘記哪一集 他講完就是在玩寧川健一 其實一個大師 要講幾大音樂 什麼聲量呢 小的要講什麼 是在玩寧川健一 玩的劇本是沒有寫任何東西的 因為一集是編圖的 編劇班 他做主角的 那一集 一路經濟信 每人去學東西 在這裡玩他們 其他一集是在玩寧川健 不過OK的 那一集有好笑的 即使你說余子 軟恒寧那個角色 已經壞了 其實他玩這個角色 90年代頭和80年代尾裡面 最標準的 最典型的女主角 他的IDOL風格 也等於抄襲那個年代 跟我剛才所說 這種角色 長大了之後 等於是什麼呢 正義 長大了之後 會變成怎樣 賣線 這部影片 阿余余子的角色 很正常 不 統一 開頭說我要做偶像 輸過就偶像 賣點 中間也賣不出 誰要丟魚 舊祭典的粉絲來 都不得他經常想 不如我結婚吧 去找石油王 他大佬很統一 一直下去 好像是地方 他為何要去找石油王 因為看到他平時 看不起他的同學 全部都成了家 結了婚 這個其實是什麼呢 這種角色通常就是說 尤其是我們用回 他最初期 Ovisional 周圍的人都覺得 這個女生很可愛 這個女生很乖 就是所有人的焦點 很多人的焦點 尤其不是想做偶像 尤其是想成為所有人的焦點 他想保持自己成為眾人的焦點 這件事 而他叫做無所不用其極 他也是想達至這件事 其實他跟阿松的樂兄大 是沒有分別的 他們都是不想進去 都是 他也是想吃軟飯 但是我最記得就是 魚子是去到後期 沒有下限 我最記得就是 去到最後要裸體登場的音樂 原來是軟騰鈴的 超級演技 笑到我 所以你看 奔話也很厲害 所以你看EB2 他跟陸兄弟一起唱歌 都是知道 我是不可以在馬克思APP的 所以搞到 之後 很難帶雪尼路的角色 我自己都想到魚子 我之後應該是 很差勁 雜誌也不可以 雜誌也不可以 當然你說 號作品裡面 是有很多不同的 我這樣說的 有些劇場的笑話 真的見仁見智 不是人人笑得出 所以我也不敢說 他到底是好看 還是不好看 但是 故事裡面有一些 就是 他做了很多這些 這麼瘋的事情 通常都會有一小節 就是什麼 講一些感情 即是感情 即是無論 樂兄弟裡面 有一個角色 怎樣看他們 那五兄弟也好 或者他自己個人裡面 他到底想做些什麼 那些就玩到 突然之間玩到很正經的 沒有什麼搞笑 只是一些搞笑都不笑 有幾集 反面性或反思性很大 我記得一集很清楚 講不知哪一集 就是40歲 沒有女朋友 在辦公室做辦公人員 寫實話風的一集 不知不知道 不知道什麼劇場 然後在想做什麼 其實其實完全沒有笑 但到最後發覺 身為的樂兄弟 是橫角 就是 全部幻想出來 其實很恐怖 他是很悲哀的 他這個其實是在聶他 叮噹而已 在大雄的幻想裡面 叮噹是一個幻想 或者大雄是一個寂寞人 其實是在玩那個聶他 我覺得是 他又玩得很好 他那集 因為你看的時候 不會想到 因為我們認知一定是樂兄弟 對 我也以為是樂兄弟 很可怕 想不到 正如剛才說完 就是那些人 印刪也有些兄弟情 最後還是會 有些兄弟好不好 兄弟情 有些阿棠 被人綁架 都沒有人理會 有兄弟情 但之後那些都有 例如黑色戀 都會幫他 我不是說過 我是說這一套 他們的兄弟情 是維持於什麼 其實剛才有說過 他們不願意成為 金帝集的最底層 的唯一 所以就是什麼 他要維持的數量就是什麼 而維持的數量就是什麼 不讓你上升 不讓你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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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很慘 一個超級倫敦的失敗 一定要幫他扶起來 因為他不會超越你 我覺得最需要現場 即時套租演繹的 那個一定是神哥浩士 因為他是整套戲裡面 就是樂兄弟裡面 唯一的套租正常的 勉強叫做 他是最正常 他是最希望的人 他是最正常的 就是他要負責 就是要好一點 六個兄弟 還有就是什麼 令到劇情正常運行 即是有時候 我覺得他玩到就是什麼 大家是沒有想過 將劇情繼續推下去 有些失控的時候 就是他就逃到正常 說你幹什麼 然後罵他 現在其實還不是說到這裡 也挺辛苦 正常人通常都 一堆人裡面都很辛苦 有幾個暖爐壞了 躲不出去禁制 或者打麻將 大家吃風行 吃火鍋 瘋了 就是靠神哥 他拖在這裡 他是靠什麼呢 就是用神谷的那裡的演繹 演繹就是什麼 你居然想到這一步 他是由他開始做start 然後其他 你居然用到這一招 沒辦法 我也用我那一招 我只會這樣說 肯定不是劇本 原本有這麼多的東西 我覺得很多東西就是什麼 劇本只是寫了一句 主題就是 搞定他 自由發揮 然後離開 不過他這一套 有很多婦女都很喜歡 本來你要明白 其實聲音和第一集 其實第一集是很重要的 美少年 第一集美少年 第一集美少年 美少年 不是 那個時候是 光之王子 大光之王子 這個形象 他是保持 大概五六集左右 他就會 推出來玩戲 蟲汁啊 喝完這些蟲汁之後 成為不知道多少晚 我就變得這麼帥 那你喝吧 幻滅 好像如如子 他幻想 都是跟這班有型 型的蟲一起去 Happy Dating 食誕節那集 總之 每到某一個位 他就會告訴你 其實是負得起的 我告訴你 有個觀察 就是看到 婦女的胃口 絕對是比這個雜雜大的 告訴你 雜雜是一班 如果這樣畫風的女生 和做些賤的 應該是聞不起你的 但是婦女還是負得起你的 我完全不認同 為什麼呢 因為有美好世界獻上 祝福這個例子 多賤的女人 那倒是對的 但是有人聞了角色 可能都是下限 都要調教出來 我覺得是調教出來的 其實 當你接受下限 你就會覺得 沒什麼所謂 對 我也是 例如F6那裡 有一集 後半季 有一集 沙漠那裡 很乾燥 要玩簡易的那一集 其實都挺噁心的 是Jojo 挺噁心 但是如果你有看過 本來的電影 就是Mad Max那部電影 會笑得傻 因為我想起 原本的情子 就覺得很好笑 對 是挺可愛的 我覺得其實 Jojo又很明顯 她是在玩F3 所以我會覺得她是 而且那些人很弱氣 反而那些人愛上了她 那個幕 是笑得很厲害 因為想起 跟原本那一齣電影的反差 就是Mad Max 有看過 上網搜尋一下 在那裡很陽光的戲 連那些女人都很陽光 因為現在變作 那麼陰柔 拿賣文來搞 一直殺敵 就覺得很好笑 其實老實說 就是真的 是聲優 聲優主導了這套 作品的一切 沒錯 甚至這樣說 其實我們根本上 是葬她一隻Drama CD去聽 其實那個畫面 是一個副座 其實是一個 畫面的表現很簡單 其實不需要太多 不是 有一個很厲害的 只有漢字 十四重 多多重 只有漢字 其實不用玩 那一集 那是心房超級 那個是玩得好一點 十四重制的那一集 HOLD野裡面 其實熱潮 好老實說 她就很難再出多一季 尤其是我剛才說 26集裡面 大家是看到皮泰 每個星期一集 當是歡樂金燒 看的話 可能你接受到 但是 始終不是一套劇情片 也不是 生活小品 因為她的東西 跳得很厲害 你根本就不知道 如何入手 可能有空就去劇場版 沒有東西的 而且有些噓 其實是太重複 我連著看 就更加覺得 那個來追女 當然是玩了很多次 十四重 那時候跟女朋友 到之後 主關東主角阿叔 其實是同一個劇情 都覺得 跟花妖精那個 喂 還要翻兜 這個等同於是 老夫子的內人尋味 翻兜他幾次 但是 你如果逐集 或者隔幾集 你不記得 為什麼不記得 每一集的故事 基本上是沒有主軸 你真的記得什麼 令你快樂的橋段 那些悶的橋段 就是什麼 你是不會記得的 所以隔幾集 你都不記得 但是如果連著煲 就會開始覺得 有些情節真的不知道 什麼 是很累穗 可能我就因為 不是連著看 所以我就覺得OK 這次又是故意煲一次 一次過二十集 看完 有些維其是重複了 沒所謂 之前看你不覺得 沒什麼看 你要對於這個聲優 吃得好下才可以 如果不是 所以其實不過 這個也是前提條件 如果不是第一集 看完之後 看二三集 都沒有再看下去 其實都是為了聲優而看 真的 真的 問心那句 基本上我都預料到 它是沒有劇情的 這一套 這一套動畫 就是我看到 哇 為什麼聲優這麼瘋 然後才看 他們 重點是什麼 他們可以賴那個角色 因為角色設定是這樣 是瘋的 就是 瘋到 你知道 有些說的是 連他們自己主持的節目 都不可以做的事情 但現在可以在這裏做 我也很肯定 他們不是每個節目 都可以說黃色笑話 但是超級說黃色笑話 他們想說很久了 都有機會說 還有你後面 穿了血多之後 黃色笑話是多了很多 發覺後面後半過 也是 因為他前面 發覺觀眾是受這個 OK 接受多了 可以再玩一點 後面越來越激 你是中化的 那些人 你接受就行了 是退化 下限 越來越低 到最後一集 下限沒有了 接觸已經沒有了 這個環球賽 這是什麼比賽 不知道 不要緊 只想表演音樂之後 最後玩到最後 總之我會覺得 這套東西本身 那個風刺味 其實是很重的 這套東西 風刺最大的就是 這一種 這個紀念作 老實說 真的是紀念 大哥你聽 我也肯定 這個在歷史的場合 都會很深刻 大家都會很深刻 這個等同於是什麼呢 我打個比喻 美少女戰士 今年是 忘記了幾多周年 認識那個Crystal 我想說 如果他用這個風格 找一群女性 出來 這樣去重拜一次的話 我們變成中女 就說 哎呀我結不了婚 我們沒有男朋友 是不是這樣 你就好 認識到王子 我們沒有的 然後之後 你有沒有變成肥佬 飛不起 這個 OK的 你需要知識 這個紀念作周年裡面 吸金吸得很大 但是 在我們 叫做一群動漫迷裡面 核心現在的動漫迷裡面 零印象 我們的風評 或者我們的話題 其實是沒有什麼的 但是 這套東西 老實說 不要說 美少女戰士都還好 都叫做近我們 這個世代裡的人 至少有認知 但是阿松老實說 你在這套東西未播之前 你知不知道什麼叫阿松 你問十個九個人都不記得 你不要說我們 日本人自己第一套 1966年 太久歷史了 第二套1980年 真的 日本人在那一群動漫迷 真的可以不認識阿松 真的 而他這樣去翻得起 當然 他用翻得起的程度 我覺得簡直是一個 拿渣手 就是極致 你明白 這種回報的方法 有個好處就是 舊的你們不要不認識 沒有這個印象 沒有什麼所謂的童年媒益 破壞他不要緊 不是 或者這樣說 因為 這一套的作者 已經過世了 那 他是不會續寫的 不是 而美少女志士 你不擔保護 是會續寫的 如果你這樣玩壞了 就是玩完了 我覺得可以這樣說 你們剛才說 舊的那一套阿松 是完全不認識的 但是因為他 就是做完這套新的 這麼有突破性的阿松之後 真的會令人都很想看回 之前的舊那套 那些漫畫版都買得回 舊的 動畫 都看見有人討論 舊的動畫版 我看見有人也有說 那些人是比較 當年阿松 當年阿松 那六兄弟裏面的表現 其實跟他現在的表現 是一樣 只是什麼呢 他們沒有把心裏面那句說出來 所以我覺得 其實他這樣重 就是reboot 我又覺得是很成功 反而就 當然你說 那些人 應該說我們近這一代的人 可能會很接受 但是你說 如果比較 內一代的人 可能真的會 接受不到 你不是好像 作者的照片一樣 掉下來之後 然後 沒有眼看 但不要緊 第一集那些老的人 已經開始不接受 F6做了什麼 心想做不驚 我覺得 無論玩裡面的一些 惡趣味 其實口味是很重 很重 非常重 非常重 而你覺得不重 在畫面演繹上 不重 就是因為 他用回舊年代的照片 就是顏色不是很鮮 也不是很重的對比色 所以你覺得 好像米奇老鼠 那個案子 用枝棒去搏 沒什麼所謂 都是紅色 但如果那些血 上了陰影 上了 layer 然後還有 animation 你就會覺得 黑暗童話 對 那些血色 看得出來是很動畫 一些不是正常會出現的 是像番茄醬 對 其實是有些效果 那些效果就是 玩一下 玩一下 不會這麼認真 你開了明星一集 什麼和睦偵掌訴訟關係 我們玩一下 我們一條真是搞笑 開眼鏡 開VBQ 後面死了一堆生人 不要緊 我們很開心 就是這樣的情況 就是 類似周星馳那些 沒有理頭去到極致 就覺得沒什麼所謂 你不滿意不真 死又翻山 翻山又死 小仔樂園也是這樣 那些角色又死 同樣 這個 這個 他玩得重口 未得來 即使你玩屎尿屁 也好 這個案子 他也不會被你那個 接受性 你說真的受不了 或者是很噁心 你不會覺得 又不會 他也算腫了 我覺得是畫面救了他 本身畫面救了他 不是的話 就是他們很難這樣玩 即是收頭數都會收死他 我覺得 不是的 有一集我記得 哪個 類似在那裡 扯一場 手和雙腳 我忘記了哪一集 那裡其實我看到 都挺害怕的 那個嘴巴 對 那裡其實都 看到都有點害怕 你說他們進去過 什麼奇怪 像陶淵明 那些 陶淵的地方 全部都 打了底 對 我看完 嘩 我都覺得 嘩 真的 很瘋 他真的可以玩 不過這部影片 有少少遊走院過火 和人不過火的中間 對 對 因為中間裡很多時候 就是一集裡 他找些東西 混淡 他不是整集 他不是整集 整集都是 整集 所以他們應該想訂電視 那一集 因為有時候 所以其實 那六兄弟穿插 就是他們正經 我之前說過 他們正經那些環節 擔當的角色是什麼呢 那個是休息時間來的 不論是聖休和觀眾 我覺得 尤其是認真那一面 他們 說回叫做什麼 我就是覺得 認真那些集數 才是他們應該鬥糧的集數 就是那些說感情 其餘那些應該說 你應該給我錢 但是他們認真 我看不慣 認真那些集數 是他們平時做不開的 是演技來的 那些是真演技 那些是真演技 那些才應該鬥糧 那些集數是純粹 那些人 又出來吹水 忍著惹綠綠 但看不慣 尤其是這樣說 就是 這六位聲勾 其實他們都幾一聲 走天賴 變成就是 你們平時都是用這把聲音在聊天 你們現在只不過開茶會 我都要再強調自己的 那個副聲 根本他們自己都是重軍 重快 痛步了 可能他們六個都 應該都是朋友 六個都是朋友 其實 熟熟 插作開的 都是朋友 他們做回自己 沒事的 所以說 除了正經的集數 我覺得他們是不應該鬥糧的 很不習慣 某些事實上 其實你Dora Ra 尤其是第一季裡面 某些間場的對話 都是自由白揮 其中有幾個都是Dora Ra 的回音 我覺得這一類型 其實沒有什麼劇本負擔的作品 說笑話他們不應該鬥糧 但其實他們這些都幾難做 因為你沒有的話 你要去找一些話題來講 為什麼後期這麼多黃色笑話的原因 我覺得就是 在他們內心深處裡面 其實是想說這些 不是 是說到沒有話題的時候 就會說一些 不見得見的話題 所以我覺得其實六個非常有默契 你沒有默契 你都不會配得那麼好 我想說很久 我和我的粉絲經常都開玩笑 說一句話 寧春見一應該行為不是 我覺得 就讓粉絲真正知道 如果加上 雖然現在的限度也是低的 如果加上 幸好沒有忏田自和 如果加上 我相信 更不堪 但如果你有忏田自和 其實你可能會變成銀魂 已經很銀魂了 那就是不好 那就是不好 說一說 好像銀魂的主要cast 都沒有 有確實是沒有 因為有那個形象在這裡 所以我覺得其實是一個計算 最慘的是那個監督 就是銀魂那個 你再給銀魂的人 他真的會變成銀魂 對 你只是披著蟲的皮 但是他在玩一套 尤其是銀魂也是玩這些 對 因為其實我這樣說 你和一個人說黃色笑話也好 說爛夾也好 他有一個固有的風格 而那個風格其實是很難轉的 他不是一個演技 他是一個法治內心 或者他本身的性格 他人性最真實的一面 而且說對口相聲的事 是很難用演技去說的 因為他一定要有一個人有character 才能說得到好笑 難的 所以一定是他怎樣演 就是這樣怎樣演的 因為他平時這樣說開笑話 大家有留意開聲 其實這幾個自己在圍內的關係 私下的關係都很好 你才可以玩到這些琴 在日本人裏面 你不太熟悉到跟你好朋友 我是不可能跟你玩這種gap 我們香港人說笑話 我們不熟悉的人說笑話 甚至你見到一個不熟悉的人跟你說笑話 你也覺得很奇怪 而且你跟不熟悉的人說 他們都不懂得笑 或者他不能用一些更似傷害你的說話 去套糟你 這個在乎於理解和我們之間的友誼關係 即是熟不熟 對 所以他們為何這麼成功這套 我覺得也是關於 所以我覺得這套是反映那六個人的真實 不是 他這麼成功是靠六個性友 這個F6真的很重要 沒有他們是陪玩不回這套東西 沒有他們隨便轉了一個 都可以 因為他們圍繞到很多下限的男生 他們圍繞到很多下限的男生 那就是 尤其是他們這一代裏面 差不多同一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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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咚更加不可能每年都要拍大場給你 這樣玩壞了就不能玩 叮咚一定可以的 但是小卷子更加不一樣 小卷子現在還在拍 沒錯 這些國民系的東西 不是一部份都會變成20歲近路族 GENERATION過了之後 讓子孫燒才能看到 就是什麼呢 當到了下個章 有一套叫做什麼子 小卷子過了期之後 有人再拍一個紀念作 可能就可以這樣拍 可能妖怪手錶20周年的時候 就會有小卷子的20歲版 差不多了 什麼啊 寵物小聖都可以 不再抓小精靈球 蠻多錢的 蚊多食的 不要做了 即場小精靈的 那時候台灣有個麻花家諷刺的爆船陀螺 就是大學擺爆船陀螺 就是用爆船陀螺 就是用爆船陀螺來拿到這家公司 不是 你這樣說就是 小智最終做了一個動物園的管理員 很撩到那些 我才說 他的手法是什麼呢 他真的是原作破壞機 這種手法 破壞到的程度是什麼呢 你是很難再用原作的風格去直視他 或者是 我想拍一套真正正的阿松二 是拍不到的 他跑給你分析 在於他明明是原作破壞機 但你又覺得他的原作元素又在那裡 才厲害 就是他玩得回那些元素 因為其實我之前看到有人也有放回很舊版的阿松出來 那我自己又看了一點點 但我已經覺得死吧 很老套 我覺得 不要笑 不是我們那個年代的人看的 是啊 但人家那個年代是好笑 是這隻笑片 變成我已經投入不到他以前那個年代 我這樣說 即使你未看這套阿松 你看舊的阿松 你也是投入不到的 他現在只不過是什麼呢 他是重新包裝了 就是把我們接受到的元素 抽取了出來 再重新演繹這個角色 但我依然都覺得好的地方 就是一些舊的解釋手法 他有用得回 但是你有新的包裝 我覺得這個是好的 笑偉這套東西是抓的 只不過是說 之前這麼說 他太長了 剛剛就是做完第一季 又接著第二季 如果他可能停了一季 才做第二季 可能會好些 或者會 可能我覺得 因為反應好 所以他才接著第二季 我固然 我覺得這件事 這個第二季 其實你也預了他 預了 我這樣說 這套東西 成立了原因是因為 他的畫面質素 畫的人沒有負擔 成本去哪裏 就是被這些人在聊天 我的感覺 身水笑頭 現在這些人 擺明就是採露燈收錢 他們最大的成本 應該是畫F6那幾集 是啊 其他畫面 那些就是線條簡單的東西 全部都是這些 就是簡單的 而且很多時候其實是一些靜態畫 他們的說話 你知道就是 哇 省錢省得 那些錢肯定是那幾條人 而且最多畫得最多 是一個腦噴血 和打架制 所以故事來說 沒有什麼特別 但是手法上 我覺得是很值得大家去留意 就是 無論 聲優方面 配組 他裡面的一些 劇情裡面的安排 的次序 好不好看另一回事 他會沖淡了你某一些 不安情緒 或者一些負面情緒 負面情緒 是一套托闊你對動畫 想像力的動畫 其實近年多了一些 多了很多動畫 是拍一些 土人厭的角色 令你去喜愛 那個性格是討厭的 那些土人厭 不是說那些 假裝是很土人厭 但是心底裡是有一些 我要為了我的正義 不是那種 那些喜歡 那些真心是令你覺得 討厭 但是因為他是一套 不知道有個鋪牌 這個人的性格是有問題的 是的 但是大天大廢 那就OK了 整件事 我也說這些都要配合風格 風格就是要什麼呢 這裡是其中一種就是什麼 當全世界 都在受下限的時候 你都在受下限 這個遊戲就是什麼 這是社會基準 社會就是受下限的基準 在社會裡面 殺人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就是你代入這個故事裡面 這個故事的社會觀裡面 那殺人有什麼不對 綁來綁去的 都是大家綁隔來綁隔去 綁去屎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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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屎 你知道你又沒有��的 你也是媽媽沒有這麼好 對 你有沒有 李卡成的爸爸 你有沒有那個小奇君 就是奇字君那樣幫你 沒有的 插戍旗就可以了 你以為是… 你插戍旗就行 沒有的 你有這樣的親戚嗎?你沒有嘛 插個機會也沒有你 小奇鬼那種諷刺就是一個你對看不起的人 最終他就讓名立幻 故事裏面也是一個小角色他也是一個諷刺 就是告訴你你孩子王又如何? 你小時候大哥你就是這樣 你看看人家小事了了大事就不得了 最看不起的人永遠都是最厲害的 在動畫裏面 因為動畫是鐵質 還要是主角 這一套我們介紹到這裡 我也是這樣說 我會覺得你對男星優的認識比較了解 其實看這套的家臣會比較大 我也覺得是 不是的 他可以定義為你是屬於搞笑的類型 因為他那種是用瘦下限的形式去引你笑 而這個瘦下限裏面其實 來自於你對原本星優配過的一些角色 有一些的matching 或者你對原本這個星優的角色有一個了解 才會笑得出 有些事情 我也同意 你本身沒有背景之下 我們朋友沒有背景之下 會覺得很無聊 做什麼 對 認識有些人會覺得 好笑 很無聊 不是 要對電波 因為他每集不同小故事 每集每個故事 都會混合 但你很難叫一個 完全不了解的觀眾 但是他這樣近來是為了一小段 對 這是不能被接受的 所以這套東西 某種意義上 他都是吃這個年代核心的動漫文 因為核心的動漫文 尤其是大家都知道這幾個人 應該這樣說 男星優本身的出產量已經低 所以這個Generation裡面的人 即使你看動漫畫多少也好 他都一定有份 每個其中一兩個角色 你一定認識他 他們已經不是這一代最新的男星優 不是最當紅 即是最當紅的 不是心惑起著很紅的 他們已經是下一班 其實他們已經是 填浪了 我覺得不可以這樣說 他們已經是 叫做什麼 他們是一些不動的核心 昇華了 有點上了神態 對 昇華了 沒有的 你跟藥本一樣 其實他們這班人 就是慢慢上去藥本的位 即是那把聲音聽到 藥本就是藥本 或者哪個角色 要找的 當然是找藥本 其實藥聲優不同 女聲優的問題 女聲優其實你看到 有很多出來新的 新到現在就是什麼呢 其實現在新的動畫 老實說 穿了八成我都不認識 真的喔 你聽到斷層就是什麼 你覺得新的聲優 其實已經不是很新的聲優 例如我 我自己 小倉偉 我覺得是很新的聲優 人家說 新了幾代 兩三代才是小倉偉 小倉偉已經 已經不是新了 已經不是新了 現在不是新了 真的 老實說 在這個界別 藥聲優 你考得出的話 或者你做得到的話 其實他是很耕做的 因為這個界別裡面 其實你數一下 這個界別裡面 其實現在真的多了 應該都 大家叫做崛起 現在就是崇江那些 崇江那些 那些人應該說 那個新的阿神 現在叫他 他不是就是走中村 不是崇江 就是美如貴 只有他兩個 但其實都一段時間 還有其實這一套 正正是這班人 最表現的價值的時候 不是這六個星優配 你不會叫美如貴 你不會叫崇江配 配不到 不可以是做不到 擔當不到這個角色 你會看到 那兩個角色其實是 他們兩位有一點乖乖牌的形象 就是不會玩到很瘋 而這班人 你計算了 綠川光那些 那些 整班是沒有閒 每個人都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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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不是說 新的星優做 不可以這樣做 而是他們的形象不適合 他們的形象不適合 甚至你所說的 最近他們的形象 在他們中村的世代 公爺爭守 其實是有些偶像的形象 但是其實 這傢伙都玩得很準 其實都是瘋的 這傢伙都是瘋的 這傢伙都是瘋的 也是瘋的 都是瘋的 都是他們那一代 在男星優這個世代 其實我覺得 你永遠都會見回他們 所以我覺得 那個共鳴感 是來自製 我們經常見到他 我們已經很了解 一個女星 老實說 你一年 一季裏面 多少個女角色 你認得多少個 你不是真的 好好似度 專門研究這個界別的人 你不會記得 你是追蹤不到新的人 你是追蹤不完 但是男星要追蹤 其實很簡單 很容易男星優 因為一號狀斌裡面 有多少個男星優 你告訴我 你看看那些男星優 看那些女星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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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全都是屬面認得那幾個 現在那些男星優 還在六川光沛 有多少個新的 但我都認得 因為新的 都是那幾個 新進來的不多 有些新的 有些新進來 我都開始 都配得多 看到他們的名字多 都知道 他們慢慢 在月女遊戲 或者是一些婦女的作品裡面 開始看到他們經常會出現 我覺得那些是慢的 要浸 要經過一段時間 才多人會認識 例如 剛剛說的兩個角色 松江 美月桂 美月桂 其實你都要 配多幾個角色 其實都浸了很久 配多幾個角色 可能就馬上變紅了 那些人永遠都會記得 但有些人就是不會記得 男角哪會記得 男角是被人受限的對象 美語都要配到 巨人艾倫才有個很記得的角色 松江我真的沒有追蹤 還沒找到 我自己 松江我記得 主要是 之前應該是BLA的 比較多的 所以我說 男性是特別容易 尤其是你看開動畫 特別容易 令你不覺得 不覺得 他就是 你可能不太了解他 或者聽他周邊的節目 但你都會認識他 這套作品裡面 我覺得就是 為什麼你一定 你知道人家是男 為什麼你一定是選擇 這一堆人 他還有幾個選擇 選擇 不過他選了這六個出來 不過他算 就是這班人 你可以選什麼 還是選不到 沒有 很難 真的有 但是未必會這麼合拍 這麼合拍 我覺得這套東西 都是充滿了計算 其實是 擺明是 他的計算是很充足 在計算方面 計算得充足 賺又賺得開心 做的就做得開心 玩又玩得開心 看又看得開心 其實是三贏的 周邊 或者他的碟 都賣得很好 而且 居然可以 連一些很一般的雜誌 都可以做到封面 這樣才是厲害 有時裝雜誌 做封面 我剛才看到 這個才是靈期 這個明白就是 因為本身 阿蟲在日本國民的心目中 他是一套童年回憶 我算是上了神台的作品 以前看過 他很壞 他很壞 對 我用到阿蟲的角色 沒問題 我們就說 我小時候也是看過這套 然後大家 可能 你不怪我 我小時候看這套 然後兒子說 我也在看這套 大家的頻道都說 我看這套 我太跳了 可能太太那本 小莊雜誌回來 從我很有趣 以前很懷念 以前都看過 他家裡的女兒說 是呀聰明 給他手指 但他完全是兩個人 完全是大家的腦裡 是在想另外一件事 他可以想到 那時候就是封面 我覺得其實 所以說 你高達就應該學他 你怎樣去吸引新的核心 當然不是叫你玩壞高達 不是 豬哥玩壞了 他拿過高達去片 也有 搶我的女兒 拿我槍去砍你 他不是為國家大事 記住 我覺得不容易 你居然可以有一套 動畫的人物 可以做到這樣 他的滲透性 是在於 你不看過的人 當作是舊的那套 是否拿出來的紀念 你再看過他的人 你就知道這套已經不是過往那套 是適合我們這個年代的人看的一套作品 所以我怎會說是充滿計算的原因 就是真的翻拍這個人 我不知道他多高 但我知道他真的很高 就是那件事 充滿計算 每一件事都算得很準 好像不會輸 但要有這麼夠膽 去做這個改變 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所以厲害 所以其實是有膽識的 他是成功 他真的做得 做到出來 像你所說 如果他不是用這六個星優 如果其中轉了一兩個 我覺得已經完全是另一件事 他可以在各個層面裏吃得香 即使你放一個廣告 即使你有一些動畫 或是甚麼都不可能 去放一些廣告 去一些不同界別的雜誌 大概是可以的 我是一些老牌的東西 你就算宣傳那場 我沒有老牌的東西 就是那一套 應該是懷舊《國際線》 就是那一套 就是那一套 你再看那一套 跟那一套差不多 我很好奇 其實找這六個星優 其實本身是指定 還是 我真的不知道 還是有細處 監督同學會吃飯 我們想拍過六個人的主角 是甚麼 可能已經指定了六個 但就在想 這六個誰做阿哥 誰做第二 第三 是四 我認識你六個分 自己搞定他 這樣就可以了 這套 所以我都很好奇 他怎樣 我幕後 花絲 看他會出版 會不會有 Java CD 或是電話的時候 再說 看看會不會 可能來香港CV 問他 是不是 來才算 我覺得這套東西很難 很難 一定很難 兩套街星 沒錯 今天介紹這套 我們就介紹到這套 當然 這套東西 對我們來說 是頗值得一看的 在各種意義上 尤其是想看齊 充滿Mindie 的計算 其實你自己要看得出 都要有一定功力 我覺得 不是這套東西 就這樣 嘻嘻嘻嘻 笑嘻嘻 就過了就算了 這套是一套 是比美 Love Lie和Idle Master 那種深入計算 不過沒有他們 賺得那麼多錢 因為他不能繼續下去 而且他們很難這樣唱歌 很難的 這個不是唱歌節目 雖然計算是 他還要走不是很大路的路線 但他可以賺到你的錢 很厲害 而且我覺得 如果你都明白 當初是西奧計算 應該是同一代動漫 大家聽開那班人 沒錯 今天節目我們就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